明察秋毫 战国时期 齐宣王想效法春秋时期的 齐桓公、静文公 成为天下的霸主 所以决定向孟子 请教统一天下的方法 齐宣王对孟子说 我听说您博学多文 对治国很有想法 如果我想效法春秋的霸主 称霸一方统一天下 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孟子回答 大王 您应该用道德统一天下 齐宣王困惑的问 先生认为要怎么用道德统一天下呢 孟子对齐宣王说 我听说您在祭典上不忍心杀一头发抖的牛 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 您的善心就是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例子啊 孟子接着说 大王 如果有人对您说 我的力气很大 可以举起三千公斤的东西 但我不能拿动一根羽毛 我能看到一百步外动物新长出来的细毛 却看不到眼前的木材 您会相信它吗 当然不会 齐宣王肯定的回答 孟子点了点头 紧接着说 其实拿不动羽毛 是不愿意花费力气的缘故 看不到木材 是因为不愿意去看 百姓们无法安居乐业 是因为您不愿意给予百姓恩惠 所以大王不用道德统一天下 是因为您不愿意用 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齐宣王听完后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孟子的道理 也更加敬重孟子了 小朋友 你觉得孟子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很多事情能不能实现 最重要的是 我们愿不愿意去做 就像齐宣王并不是一位残酷的君王 但是是否让百姓感受到恩惠 或用道德统一天下 便是取决于齐宣王愿不愿意这么做 小朋友 听完明察秋毫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明察秋毫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是齐宣王向孟子请教统一天下的方法 孟子认为齐宣王要以道德来统一天下 过程中 孟子用反问的方式 表达是否能用道德统一天下 在于齐宣王的意愿 故事的结果 齐宣王从孟子的话中恍然大悟 因此更加敬重孟子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明察秋毫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觉得齐宣王是善良的君王吗 为什么 你同意孟子的说法吗 为什么 这篇故事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我们可以从哪边看出来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明察秋毫 是形容能洞察一切 看到极细微的地方 主要是用来形容 观察的很仔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明察秋毫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件案子都窥法官明察秋毫 终于真相大白 这件抢案由于警方的明察秋毫 所以很快就破案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明察秋毫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动若观火 相反的成语有 如坐云雾 雾里看花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